跟现在很多人崇拜电影电视剧的明星一样 小时候我也会崇拜很多游戏公司 比如动作天尊卡普空 RPG王者史克威尔 日本少有的硬汉公司世家 以及制作出旷世经典 一城余生2的黑岛工作室等等 他们都是我青少年时期的偶像 在一堆能够用得上崇拜两个字的公司当中 唯一一家华语游戏公司是大宇资讯 90年代大宇的logo很雄壮威武 似乎有一种要称霸宇宙的感觉 他们的实力也完全配得上这样的气势 95年的一款仙剑几乎秒杀了当年全部的同类作品 在此后的许多年当中 一直是国内老电脑玩家心目中的第一RPG 实际上早在仙剑之前很多年 大宇就出品过另一款经典RPG 轩辕剑 它的初代在1990年就推出了 但那个时候国内能够组装电脑的家庭少之又少 因此真正在国内红透半边天的 不是它的初代和二代 而是1999年推出的轩辕剑3 云河山的笔端 以及2001年推出的轩辕剑3外传天之恒 特别是天之恒 它是一款剧情 手感 平衡性 样样出色的RPG 即便如今在玩 也依然没什么毛病 能够愉快地进行下去 加上2000年之后 电脑装机量的飞速上升 在刚推出的那一年当中 我手上就卖出了超过400套 我这儿的热销 当然不可能是独一份 在整个华语地区 它都是非常热销的作品 大宇原本是一家慢工出细活的公司 就像仙剑的初代和二代之间 相隔了八年 轩辕剑二代和三代之间 相隔了五年 即便是大量利用三代素材 制作出的外传天之恒 也是相隔了将近两年才推出的 因此大宇在那个年代 就是老电脑玩家心目中 精品的代名词 大宇出品 避暑精品不是乱吹的 但在游戏接二连三的 受到好评和热销后 大宇也开始提速了 就在天之恒发售后没多久 另一款相关作品 轩辕摸录也上市了 这游戏的前期宣传真的不少 我就看过好几个广告 把游戏里的城镇建筑 人物历会 战斗场面 都以闪现的方式演示了个遍 看上去挺精彩的样子 最成功的一个广告 打开要数天之恒里面隐藏的彩蛋了 在游戏进行到一半的地方 主角异形人爱来到仙人村 村子左边角落上有一口井 只要对着它按一下鼠标 就能够来到隐藏地点 大宇的DOMO工作室 一台台的电脑连在一起 地上堆放着各种杂志和宣传物料 其中最显眼的 要数后面的广告牌了 大大小小的牌子上 都印着同一款游戏 轩辕浮沫路 因为它是紧随着天之恒上市的 作为自家的产品 在天之恒里面按插一个广告 当然没有任何毛病 轩辕浮沫路的封面上 写着天之恒姐妹篇几个大字 在那个资讯不发达的年代 很多人购买的时候 真的以为它是天之恒的姐妹篇 以为它也是一个RPG游戏 但在买回去之后才发现 这也实际上是一款SRPG战棋游戏 完全不同于之前的那些轩辕剑作品 算是大雨的一次试水 剧情和登场的人物 也跟天之恒没有任何关联 而且跟之前作品的金雕戏卓不一样 轩辕浮沫路各方面都显得不那么的讲究 它没有明确的时间 不知道故事是发生在哪个朝代的 只知道在某年某月的某一天 山上有一个叫墨门的门派 看上去应该是春秋战国时期 墨家学术思想的继承者 有一天师傅喊了大弟子胡子荀 告诉他说 你给我下山消灭妖怪去 同时把自己的能力锻炼锻炼 很快这个找门的位置就要传给你了 下山消灭妖怪也算是给自己度个精 将来才好服众啊 看到大师兄能够下山 蓝头发的小师妹非常羡慕 希望能够跟他一起去 但师傅不肯 因为小师妹是他的女儿 男主又不是去游山玩水的 此行会有一定的危险 因此坚决不同意 可是觉得福子群下山没多久 消灭了两三只落单的妖怪化 小师妹也偷偷地追了过来 不仅如此 他还偷拿了师傅的炼妖狐 这个是轩辕剑系列当中 最关键的道具 从二代开始 基本上每一作都会登场 小师妹用炼妖狐 收服了一个妖怪 福子群提醒他说 炼妖狐乃上古神器 轻易使用的话 可能会酿成大祸 可惜话已经说完了 闪屏过后 一个被关押了三百年的狐狸 从炼妖狐里跳了出来 直接吃掉了福子群师妹的魂魄 占据了躯体 原本还以为小师妹是女主呢 没想到只说了几句台词 人就直接变成了反派大boss 狐狸精活了几百年 实力不是人类可比的 一抄就几乎把男主送去见阎王 昏迷了好几天的福子群 醒来后发现自己 被附近村子里的医生所救 医生的女儿丁云 一直悉心照顾着他 感觉身体稍微好转后 福子群赶紧拜别医生 要返回师门 把炼妖狐弄丢 师妹变boss的一系列事情 禀报给师傅 丁云看到他的身体刚刚恢复 觉得不放心 就随他一同前往 至此算是明白了 原来丁云才是女一号 两个人刚一上山就傻眼了 连同师傅在内的所有人都死了 原来小狐狸对于自己 被关了三百年这件事情怀恨在心 于是从炼妖狐狸放出了大量的妖怪 带着他们一同杀上山 师门里边的全部人 连同师傅在内 都不是这群妖怪的对手 被灭门了 福子群把他们一一安葬好后 也不知道接下来该怎么办 只能先下山回村子再说 结果刚一进村又傻眼了 连同女主爸爸在内的所有人 都死了 原来就在两人上山后 这些妖怪又跑进了村子 屠了村子 安葬好老父亲后 女主也没有地方可去 只能跟在男主后面了 两人此行的目的 除了替师父和父亲报仇之外 还要想办法找回被夺取的恋妖狐 否则天下永无安宁 灭门夺宝 在复仇寻宝 这个开篇可以说是非常的简单粗暴 全部的演出几乎都是为游戏内容服务的 恋妖狐被抢走 自然妖怪横行 各种与人和妖怪的战斗也就顺理成章 走到哪儿打到哪儿 并且随着一路前进 加入队伍里的同伴也是越来越多 有肉盾千斤江无双 河南正威标局的肉盾标头左正和 擅长法术攻击的老狐狸七色 擅长远程偷袭的小毛贼球千里 还有手持加特林的远程小胖子 攻击超强 但是很脆皮的剑客冷中秋等 这些人混同组成了我方军团 在每一场战役结束后 会回到城镇或者营地 男主可以自由行动 买卖道具 更换武器装备等等 做完这一切的话 走到地图边缘 就可以迎来下一场战斗了 轩辕浮沫路本身没有什么大毛病 当年桃子玩的时候 没有遇到什么恶性bug 如今我采集素材 依然没有发现什么大问题 但它是一款制作的很粗糙的游戏 许多小细节都没有经过仔细打磨 游戏的每一张地图都很小 几乎都是一眼就能够望到尽头 而且地上还有许多硕大的缝隙 虽说当年这一类的3D SLG的地图 都是一小块一小块缝合而成的 但中间的缝隙 好像都没有这个游戏里的明显 看着不停出现的粗大线条 感觉很煞风景 镇上的小戏过于湍急 破坏了原本宁静祥河的意境 让我想到了不久前 在迪士尼玩的极限漂流 游戏采用的是3D场景 加上2D人物相结合的方式 当年采用这种方式的游戏 还真是挺多的 比如著名的格兰蒂亚 也是3D加2D的组合 因为那个年代 无论是主机还是电脑性能 都不太足 用2D的人物 可以大大降低对配置的要求 可是圈圆浮沫路 没有把两者很好的结合到一起 他必须在特定的角度下 人物看上去才像那么回事 只要稍微变化一下角度就完蛋了 要么缺胳膊少腿 要么是悬浮在空中 这两个人看上去挺正常的是吧 我们把视角转一下 咦 脚没了 这家伙看上去挺正常的 就是坐在地上是吧 我们换个角度 咦 半截身体不见了 这种缺胳膊少腿 在游戏里面是常态 说到视角 这也大概要算是我 玩圈圆浮沫路的时候 最难受的地方了 它里面转动视角的方法 十分诡异 按住鼠标右键后 只要轻轻地转动一下 就会看到视角在不停地旋转 而不是像其他的游戏那样 我转多少 他也跟着转多少 最关键的是 很难调整到一个好的角度 如果用俯视的视角 会看不清前后左右的物体 如果用平视的视角 又会不停地有障碍物出现在眼前 这个是因为游戏没有对视角进行优化 大多数第三人称的游戏 当视角旋转到障碍物部分的时候 都会自动进行镜头的拉伸 以规避障碍物 又或者是把障碍物部分给虚化 能够清晰地看到障碍物后面的主人公 但在轩辕沫路里 任何一种优化方案都没有 无论是村镇 还是在战斗地图当中 时不时就会被各种树木 黄屋 大石头遮住视线 相当难受 我在战斗的时候 最喜欢看到的是光秃秃的大平原 因为至少不用忍受视线遮挡带来的麻烦 能够愉快地把战役打完 当时心巧干嘛要搞3D呢 直接做成2D的多好 就像之前天之痕的画面 看上去岂不是比现代这个样子 要赏心悦目许多吗 当然作为一款SRPG来说 小细节做得到不到位 其实并不是很重要的事情 如果它的战略部分做得很精彩很好玩 那么还是可以算作是一款好游戏的 但遗憾的是 轩辕沫路的战略部分也做得很粗糙 我们在玩曹操传的时候 每一张地图都充满了不确定因素 随时可能出现扶兵或者敌军增援 玩天地劫就更不要说了 每一个回合的行动都要精打细算 稍微计算错了一步 都可能直接导致战役的失败 但轩辕沫路里的战斗 完全是意想不透的简单 它前半段的战场 基本上不会产生任何变数 地图上看到的就是全部的敌人 没有援军 没有埋伏 也没有陷阱 排兵布阵也很随意 经常是我方一堆人 前面也是一堆人 大家面对面一通乱冲 战斗结束 还有整张地图只有一名敌人的战斗 虽说是Boss级别的 但使用群殴战术很轻易就能干掉它 后期的战场总算稍微复杂了一点点 可跟其他的SRPG比起来 还是显得单调冷清 游戏的第十关当中 有一种小鬼会无限刷出来 这一关也没有回合限制 可以利用这种小鬼把等级练得很高 但其实根本就不用这么干 因为游戏不但难度很低 而且是越往后打难度越低 它的平衡性没有调整得很好 后期我方装备全部上去后 再多的敌人也不是我方军团的对手 说真的 越打越简单的SRPG还真是很罕见的 跟画面的简单和战斗的简单一样 游戏的剧情也非常的简单 就像开头看到的那样 一个修炼了300年的狐狸精 从练妖狐狐狸跑了出来 杀了男主的师父和师兄弟 杀了女主的爸爸 然后带着练妖狐走了 男主一路的目的就是找到小狐狸 想办法抢回练妖狐 并且替师父报仇 这个简单的目的贯穿了游戏史中 第一话的时候我们失去了炼妖狐 到最后一幕结束 我们找回炼妖狐 当中很多的剧情 都是因为队伍里 有一个叫江无双的刁蛮千金 胡闹引发的 比如他在随后的旅途中 看到一对鸭镖的经过 江无双一定要看看 押韵的是什么东西 对方当然不肯 于是一言不合就开打 比如在狐狸谷门口 遇到问路的剑客冷中秋 人家客客气气的问话 可他就是不肯好好回答 于是两边又因为口角打了起来 在路过一个下潮墓穴的时候 他好奇兴起 执意要下去看看墓穴里面有什么 结果到里面遇到妖怪 开打 但即便是有这些关卡掺杂其中 总体流程还是非常的短 当年那些经典的SRGG 流程至少在30关以上 就像天地劫一共有30几关 根据图中选择的不同 会产生两种不同的结局 曹操传有40几关 同样是根据选择不同 有两条路线可以走 梦幻模拟战5主线36关 同时还有5个隐藏关 可轩辕浮沫路不但关卡都做得很简陋 总数也只有20关 还没有多重结局 在最后一关当中 我们要面对小狐狸 以及他的一众手下 看上去敌人很多 打起来还是很简单 在击败了小狐狸话 他趁众人一个不注意杀掉了女主 自己也被打回了狐狸原型 那个年代很多的武侠RPG 可能是为了增加故事的感人度 打到最后 女主都会领盒饭 像天之痕的两位女主 必定有一个会领盒饭 仙剑初代的赵灵二也领了盒饭 月影传说的四位女主甚至都可能领盒饭 而本作的女主 在几乎不可能领盒饭的情况下 也莫名其妙的领了盒饭 之后众人各回各家 男主福子群也回到了最初的狮门 可是狮门早已经没有一个活人 福子群站在门口 看着师父和师兄弟的坟墓 一片茫然 此时一个奇怪的生物出现在了地图边缘 他一会儿是小师妹 一会儿又是女主丁云 这是怎么非事啊 究竟是福子群出现了幻觉 还是两个人因为某种原因又复活了 并且在共用一具身体 我也不知道 反正就是结束了 看到结尾字幕跳出来的时候 简直不敢相信就这样通了 不管游戏做得好不好 这个流程也实在是太短了 感觉自己玩了个寂寞 我当年也卖过一段时间的轩辕墨路 由于普遍的口碑不佳 销量只能算是一般般吧 反正完全没有热销了 他也算是轩辕剑比较失败的一次转型尝试 此后不但没有续作 也很少再被人提及了 但它对于我老婆桃子 却有着非凡的意义 这是桃子玩的第一款SRPG 而且在完全没有利用修改器的情况下 无手就给打通了 从此之后 他就爱上了这种类型 陆续去玩了天使帝国 致命武力 西风狂尸曲等等 所以仔细想想的话 这游戏倒也有它独特的意义 至少对于桃子来说 它是有意义的 大公司出品的游戏 并非各个都精彩 民间人士制作的同人作品 也并非各个都是恶搞和小制作 比如这一款江维传 我把它称之为超级同人游戏 它最早是台湾的同人大神Ratchet 利用99年的曹操传 作为框架制作的 游戏做了很多年 经过两岸各路同人大神的不断完善 如今内容的丰富程度 已经到了不可思议的地步 完全秒杀了原作曹操传 它不但有着长达56关的流程 还有着超长的剧情 把人物的心理活动 都细致如微地描绘了出来 也正因为如此 里边的每一名人物 都是性格各异 充满了感染力 就像诸葛亮星落武藏猿的那一幕 虽然已经在电影电视剧和游戏里面 看过了不知道多少遍 可是从来没有哪一部作品 能够像《江维传》那样令我动容 看完这段演出 浑身的鸡皮磕大都竖了起来 就差没有掉眼泪了 我也一直想把这款 细致如微的同人作品介绍给大家 奈何它真的是太长了 我每天晚上都凑点时间来采集素材 两个月下来才采集了不到一半 等全部采集完毕 并且整理完毕后 我会把这一款超级同人游戏分享给大家 还望朋友们能够点个关注 另外老孙的频道空间里面 还有更多有趣的内容